万万没想到这玩意能引进 而且已经有粉丝订到车了 但这中间还是有点小疑问的 就是关于引擎的选择问题 霸王龙从引进到现在应该差不多也就半年的时间 但最近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吧 港口的各大进口商目前都在做霸王龙的平行进口业务 现在又传出猛马像也要引进的消息 也确实有人订车了 其中就包括我的粉丝 首批订车价应该是在200到300万之间 那这个猛马像是什么玩意儿呢 之前不止发一个视频聊过这台车 这是由美国著名改装厂轩吉诗 以RAM1500TRX改造来的 虽然搭载的同样是地狱猫6.2升机械增压V8引擎 但激增排量提高到了2.65升 进气量更大 再配合加强件的更换最大输出马力 从700多匹提高到了1000多匹 当然这是高级2节套装 1节只有大概900匹 那视频开头说的引擎选择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在猛马像爆火以后 轩吉诗后期还曝光过一个更高配置的版本 搭载的是地狱象7.0升引擎 最大输出马力直接来到了1200匹 据说这次平行进口的猛马像 就是搭载地狱象引擎的最新版本 这就导致很多粉丝问我这样一个问题 猛马像会不会像霸王龙一样价格持续走低呢 因为霸王龙从刚引进的180万 现在已经跌到了差不多140万 基础入门版的也就120万 所以大家有这样的疑问很正常 虽然跟大多数人都没关系 但我确实有粉丝定了我也就稍等聊一下 首先地狱象引擎是由魔法提供的 而且数量有限 这就可以预料到 轩吉诗肯定会限量供应 毕竟基础入门版的猛马像 当初也就制造了200台 限量也就代表着只有少数人才能拥有 价格自然不会像霸王龙那么不稳定 但有一点还是要注意的 一定要选择有明确口碑好的进口商 毕竟现在大环境比较特殊 走外面鞋段卷钱跑路的和一点都不少 所以谨慎一点擦亮眼睛很重要 我是急速车车 双击观众告诉我 你想看什么车 西瓜视频